刚好闯有男子前往一家连锁超商买豆浆 但是结账发现他钱贷的不够多只差了一元 当场想拗跟店员爆发争执 警方获报前来劝说男子还是口出恶言 当场立刻遭到远警过肩摔压制 而另外呢在林雅的一处市场则有店家控诉 消费者明明给的是五百元 但却硬拗说给的是一千元 店家质疑遭到诈骗也立刻报警 打马尾黑妇人拿着钱包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买的是生鱼片但拿货的当下却出现纠纷 妇人大厦买点问号指引店家明明拿的是一千元 要付两百元怎么找回来的只有三百 双方当场起争执 到底是给了多少监视器画面再看一次 妇人手中确实拿了一张五百元钞票 生鱼片两百元找回三百正确无误 这事发地点就在高雄林雅区已住黄温市场 店家除了抛出影片为证 也发文澄清确实收到的是五百元 妇人却硬说是一千 就怕是遭诈骗 店家也立刻前往报案 该客确认当下戏取出五百元 于参加服务后离去 依规定受理并开立报案证明单 还好有监视器还店家清白 避免争议警方也依规定受理 另外在大辽区也出现消费周分 破问直说为了一块钱丢不丢脸 原来是有名男子28号晚间7点多 前往当地连锁超商买豆浆 结账时却发现自己钱不够疑似 就差一块钱 当场想凹和店员起争执 警方获报上前劝导 结果男子还是口出恶言 现场立刻遭远警过肩涮压制 所以一块钱 没有什么懒惰被罢被 他一块钱他真的不能卖他 因为他就店员 纠纷扑大 立即以强制力管束 经常人人也表示不以追究 警察受放互不追究 但只差一块钱 连警察都敢呛 什么是不能好好沟通 也引发争议 这次是结果收告 做不到 法律